每天吃一瓜 风皮结巴巴巴 中餐厅吧 你摇震荣曝光 里面有不少熟悉的面孔 包括黄晓明 苏友盆 舒奇 吴磊 赵露丝 龚俊和凌云等 这算是蛮国惯例的手段了 通通你摇一遍 先把热度拉起来 至于最后来几个 谁也说不准 但是吴磊和赵露丝 应该目前是网友最受期待的嘉宾吧 大家都想看无路可逃在合体 其实吧 吴磊和赵露丝 私下关系也没那么好 吴磊团队那边就曾多四下敞拆 无路可逃CP 对CP粉也是一副必而远之的态度 之前吴磊 赵露丝两家 因为提纯CP粉持红利的事 更是闹得有点难看 而且考古过赵露丝的小表辈们 应该都了解 赵露丝在个人素质这方面 确实有待提高 他多次手滑 娱乐圈茶姐的标签 真不是浪得虚名 只不过呢 他早就是额茶力捧的新一代小花了 每每有负面消息爆出来 都是额茶在帮着他往下压的 粉圈和各路水军也帮他洗地 无论这边是避之不及 怎么还会上赶着去和他再吵CP呢 虽然节目组已经在接触两人 但双方团队同意一起常驻的概率几乎为零 毕竟之前撕得那么惨 已经彻底闹掰了 再何提是不可能的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